我站在那裡將近差不多四十分鐘 主飛完了以後 那個房子再呈現下去 可能我們所有的媒體 在那裡也有拍到 房子這個呈現下 那我就跟那邊那個指紋講說 這麼大的這個問題 從這個我了解到現在 已經到十點 那工地就只有你們指紋在這裡 都上面的高層都沒在嘛 他在告訴我說 我們總經理在旁邊 他也沒有來跟我打招呼 我也不認識他 但是從那天晚上過後 我就沒有看到他來 他不能用他昨天那天的晚上說 他都一直在工地 那所以到禮拜六的時候 我們救災已經到一個階段 我一定要再跟他談 我們現在這些救災的 所這個支持的這個費用 怎麼處理 再過來 我們安置的部分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再過來就是 是怎麼樣的去把它重建 那公司到底要拿出什麼樣的這個決策 那禮拜六我要求他是不是跟他們指紋講說 可不可以請總經理我們來談一談 但是他就並不見面 電話也不接 我們杜花集的機長 這個打電話給他的秘書 那秘書也說 我這個接不到我們總經理 那是這麼樣子 那天中午我才嚴厲的譴責 怎麼說 誰不敢不敢想說 我這一招 做過什麼 我當然只要 我不敢想說 這次這個時間 是這裡的 這是第二種 大家看